花莲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 而为了落实海洋教育 从小向下扎根 花莲市立一文元 中班户外教学的活动 特别安排来到了花莲渔港 带领孩子们体验 当小小的标渔手 动手做渔馆等活动 借由内容来了解大海的奥妙和乐趣 而市长魏嘉贤也到场和孩子们来同乐 陪伴小朋友们度过开心的一天 花莲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 为落实海洋教育从小向下扎根 花莲市立一文元 中班户外教学活动 特别安排前往花莲渔港 90位小朋友跟着老师引导 以及渔会安排丰富的户外教学课程 一路从体验当小小标渔手 动手做渔馆 一直到走进冷冻库 体验保持渔获新鲜度的秘诀 而最后还有彩绘DIY 让小朋友有的吃有的玩 也能借此了解新鲜海味 从海里到陆地的过程 那也谢谢区域会 在今天也安排非常多 有趣好玩的课程 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体验到 我们渔会的一些工作 那在这里 也要谢谢渔会过去 一直以来照顾渔民 还有协助一些渔业的一个贩售 那我们也在里面 让孩子们了解到 整个我们实际上 在渔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孩子能够体验到渔民的辛苦 那珍惜食物 还有环境的永续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区域会 还有我们所有的 市役的义工爸爸妈妈 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 为孩子们的付出 市长渔家贤也希望孩子们 能借由活动 体会到渔民的辛苦 也能更珍惜食物 爱护环境资源 而最后市长也谢谢 志工爸妈 以及所有老师 对孩子的付出 未来施工所也会提供 更多有趣新鲜的课程 让每一位孩子 都能在快乐的学习中成长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 那你的口罩如果不小